你们是不是飘了杨家将 你们是不是飘了杨家将 杨家将没有我的秘密 你们居然敢带这个节奏 你没看到我们家麻雀哥回归了吗 这个时候你们居然在公屁上 口号号 麻雀哥为我霸气 你们不口口号号 你们是是是是 你气死我了 给我气的不要不要的 气死我了 连续三分钟 我们亲爱的兄弟们 连续15个的时间 三分钟 让我安静一下 让我安静一下 我安静你们不能安静 你们速度 com on everybody there's a party going on there's a party going on he's the night and feel so right come on and party til the sunday oh 亲爱的兄弟们 你们还几个月之前 上个月 我跟大家说什么来着吗 我说 曾经有一个大哥 在我连一个 920的 600块钱的摄像头都买不起的时候 我第一个月直播 就是去年年底 就是这个大哥 那一个月给我刷了2000块钱 我买了两个920的摄像头 两个月之前 我第一次来直播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 我说 如果有一天这个大哥 能明白我的这个意思 他一定会回来支持我们 我说的很清楚吧 我说的那个大哥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亲爱的 所以我一直没有忘记 就是一直在在等 一直在等 上次麻雀哥哥过生日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直播间 麻雀哥可能不在 他不知道 我们在这里给他庆祝生日 大家还记得吗 还记得吧 所以 我觉得 亲爱的兄弟们 别说扣三分钟 这个是给我们挖井的第一个大哥 我们为什么会有水喝 因为我有 我当时我一点都不发酵 去年我真是穷的 连摄像头都买不及 920的摄像头 当时是500多块钱一个 真的 算了我不说 我说多了都是眼泪 我跟你们说第二点 他当时 就是 如果不是他说支持我 我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 我跟你说实话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 到底会不会 我是大神孤祝一句的 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站起来 也是他给我开了一个这个好头 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反正心里有点激动 这是我们杨家将 第一次十几万的票 第一次 上一次我们家的票是大神给的 是8万 8万多票 但是我总觉得他一定会回来 看一下我 这回真回来 所以我想跟你说 大哥我能不能抱你的名字现在 我现在能不能抱你的名字 你给我发句话 我很想抱我真的 稳住啊 那那行 你放心 你给我发一个信号 我一定稳得住 大哥说了 叫我稳住 我跟你说实话吧 大哥 谁就换一个再牛逼的主播坐在这里都稳不住啊 好 我该说的话说完了 但是我也要旅行 我当时跟你 我当时说了 我说我会加油站起来的 对吧 马车哥 这个话我 我那天晚上喝茶的时候说了 虽然我改了这个风格 但是是被逼无奈 是没有办法 必须得改 不改的话 等于说出去的话 等于就放屁了 你看现在 但是我以后还会改回来的 我想你能理解我吧 大哥默默倒 大哥 你看我们杨家家的这个队伍被我带的怎么样 连续六分钟没停 还行 还行 你还满意吧 嗯 这就是我们杨家这样的队伍 我我我我当时说 我说要带一个这样的队伍出来 现在这个队伍已经有了形状 嗯 就是有了这个形状 嗯 还还还看得下去 嗯 谢谢谢谢 谢谢大哥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今天会来 我是真没有 我我我他妈的打死了 我都我都我都没想到 我饿的 大哥 检验一下 我最近的业务水平怎么样 嗯 好 咱们找一个人来唱唱会 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